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简单带带大家了解了一下 什么是我们的CUIL 包括也通过我们的CUIL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网页抓取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之前我们做这个例子 是不是最简单的直接把它输出出来了 而且只用到了我们一个选项 CUIL的OPT UIL 那这个CUIL setOPT这个函数 它的作用就是设置我们的相关选项 可以来看一下这几个函数 在这都给大家列了 常用函数 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CUIL NIT 它的作用是初始化一个CUIL的这样一个绘画 那语法比较简单 返回的是这样一个资源 你可以带上这个UIL 你也可以不带 不带的话我们还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参数 设置参数这个函数来进行一个设置 那这个参数就是我们的UIL 作用是可以如果提供了这个参数 那我们的CUIL OPT UIL选项会被设置成这个值 我们也可以直接使用这个CUIL setOPT这个函数 手动的设置这个值 这个我们也带着大家进行了一个演示 那接着再往下 这个函数设置选项的 它的常用值比较多了 它的作用呢就是设置我们的一个CUIL传输选项 它的语法呢 第一个是我们的资源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选项的名字 第三个就是我们选项的值 那常用的参数可以看一下 这个不用说 那选项可以有好多 设置成我们都是大写的一个长量 CUIL OPT 接着跟上你想要的一个选项名字 对应的是我们的选项值 那常用的选项呢在这有这么多 你可以看到我给大家分成了这几类 可以设置成我们的布尔类型的 包括设置成我们的整形的 以及设置成字符串形式的 还有设置成我们数组的一个选项 那这些呢我们在对应的例子中用到哪些呢 我们再带着大家来看就可以了 好那接着再往下 可以通过CUIL EXEC来执行一下 它的作用执行一个CUIL绘画 语法呢比较简单 把我们的这个巨饼传进来就可以 那接着返回的成功时返回处 失败的时候返回force 那还有一个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要通过这个 CUIL SET OPT的选项 设置了这样一个参数 如果这个参数被设置的话 那我们这个函数执行成功时 会返回我们的执行结果 失败的时候返回force 什么意思呢 我们简单来个例子 有的时候我们想获取完这个资源之后 我不想立刻的输出 这时候就可以来设置一个选项 接着我们做一些操作之后 再来输出也是可以的 来看一下第四个 四个CUIL.PRP 同样的这个步骤要记住 第一步初始化 可以通过CUIL INIT来初始化一个 到了CH 接着第二步设置选项 你可以设置一个 也可以设置好多个选项 可以通过CUIL SET OPT 到了CH 首先CUIL OPT 设定一下我们的UIL HTTP 3W.PRP Family.org Index.html 接着再来设置下一个选项 SET OPT 到了CH CUIL的OPT Return Transfer 它的作用 你看一下设置完之后 和不设置的一个区别是什么 接着第三步 执行我们的CUIL 可以通过CUIL EXEC 到了CH 执行之后 第四步关闭 或者说释放 关闭吧 简单点 CUIL Close一下 到了CH 来实验一下效果 第四个 你看到 刚才我们之前抓取的内容 还有了吗 没有 对 如果说设置了这个选项 它是设置成什么呀 布尔类型的 我们可以把它拷过来 在这儿来搜索一下 查找 你看在 这儿 CUIL Return Transfer 设置成布尔类型 是它 接着可以打开看一下 它的作用是 将CUIL EXEC 获取的信息 以文件流的形式返回 而不是直接输出 如果说没有这个选项 你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直接就输出了 没问题 那现在我想返回 我就可以通过 设置这样一个选项 返回结果 不直接输出 我可以把它付给RES 那接着我想看到它的时候 我直接Echo一下 到了RES 不就可以了吗 你看 输出的结果 输出的返回值 输出的返回值 写错了 不是付给它 是把它执行的结果 不输出 我们想输出的时候 Echo一下RES 和直接输出的结果 是一样的 是不是得到了 那更多的时候 我们想进行一个处理 假如说我想干嘛呢 我想把结果中的 Laces King 收探 换成迈子 这时候你就可以通过STR replace 简单替换一下 把里边的King 替换朝迈子 接着在这个RES中 进行替换 输出一下替换之后的内容 或者说你付给RES 接着我们输出RES 效果也是一样的 King 大写的 那我们想忽略大写 替换是不是可以通过 iReplace 再刷新 你看 Laces Mies Showtime 防止乱码 我们也可以加一个Header Content-type Text HTML X-Site UTF-8 这样的效果 那再来设置 你看得到的结果 Laces Mies Showtime 你看到了这样一个选项的作用 如果说你不想直接输出 想得到的一个结果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设置 CYL OPT Return Transfer 只是1 或者处都可以 那现在它执行的结果呢 就被保存到 这个变量中 接着我们可以做一些操作 再往下进行 好 这也是一个选项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还可以干嘛呢 假如说 我们还可以来得到一下 你抓取的一个资源 所消耗的时间 包括资源的大小 等一些相关信息 这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干嘛呢 可以在这 假如说再来一个 或者直接在下方 来写也可以 再来一个吧 再交给大家几个函数 5-CYL 点 PLP CYL INIT 这次我就不写这个 步骤了 相信大家应该记住了 接着 C-CYL 那执行的结果呢 成功返回真 失败返回假 我们可以这样来写 可以写上一个 $IES 等于一个CYL OPT CYL EXEC 到着CH 你可以判断一下 那这时候呢 如果说 FALSE 等于等于 到着RES 注意 我这时候用的是几个等于 对 三个等于 防止 我们这里边 得到的结果是一个空 或者是一个零 这时候你有两个等号 是不是就是 相等了 对吧 既要比较它类型 又要比较它的值 那如果说出错的话 这时候我可以在这里边 来输出一个信息 ECHO一个 CYL ERROR 有错了 点上一下 你可以通过CYL ERROR这个操作 得到一下 我产生的错误信息 否则的话 我可以在下方 假如说得到一下 我们CYL 获取这个资源 相关的一些信息 我们可以这样来写 INFO等于 可以通过CYL GUIDE INFO这个函数 来得到这样的相关信息 你可以printr一下 到了INFO 来看一下效果 最后关闭 CYL CLOSE 到了CH 在这儿又学到了一个 学到了两个 一个是CYL的ERROR 来看一下 CYL的 一个有个ERROR NUMBER 还有一个ERROR 那一个就是我们的错误号 那一个就是我们的错误信息 它都是返回最后一次产生的一个错误号和错误信息 这样的效果 来看一下是否可以 来 第五个 稍等 看一下是不是写错了 PLPFAMIRY.ORG 没问题 好 得到错误信息了 在这儿来看一下 CYLERROR COULDN'T RESOULE HOST PLPFAMILY.ORG 拿过来 是不是写错了 index.html 再来试验一下 而且刚才正好看到错误了 可能我这个敲错了 在这儿得到错误信息 告诉你 COULDN'T RESOULE HOST PLPFAMILY.ORG 那现在呢 下面得到一些信息 包括你的失败的 那假如说有错误的话 你就直接ex.it吧 就不往下走了 诶 现在是没错误 那现在你看打印的信息 如下 打印出了一个数组了 你请求的URL是谁 http PLPFAMILY index.html 请求的这个资源 content type 文件的类型 包括你的 httpcode 200 是不是代表OK啊 Header的size 229 请求的大小 FileTime 时间 接着再往下 有这么多花费的时间 TotalTime 这样的效果 包括还有一个 看一下 size download 32 这样的形式 那有了它之后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检测一下 假如说你要下载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你下载下来 是否完整下载啊 对吧 可以通过这个信息中的一些选项 来得到 那一会儿呢 我们可以再来这样一个例子 那刚才说到了 如果有错误 可以得到这个错误信息 那是不是还有一个错误代码呢 那错误代码的这一块 我们也可以 假如说你还可以这么写 你还可以判断一下 if 到了ies false 等于等于 到了ies 如果有错误的话 这时候你可以输出一下 错误 信息 这个呢 是我们写过的 再来写一个错误代码的 if 到了error number 等于什么呢 cur的error number 到了ch 如果有错误的话 这时候我们可以 eco一个 cur error 到了ch exit 这样的形式 也可以 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就故意的 把它写错了 你看 稍等啊 could not resolve host peerp family 123.org 输出了这样的一个错误信息 是不是也可以啊 error number 返回最后一次产生的这个错误号 那接着你可以这样来输出错误信息 还有一个 你可以通过 我记得还有一个函数 叫做 coyostr 对error 在这里边呢 你就需要跟上我们的错误编号 就是这个error number 看好了 上面是跟着这个句柄 那这个呢 是跟着我们的错误编号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有一个 对 它 它是根据我们的错误编号 来返回我们的错误信息 其实比较好理解 在这里边传上了一个编号之后 exit 你看得到的内容 应该和它一样 str error 是不是写错了 str error 没问题 但它要求是peerp的版本多少呀 我们可以查一下 有这个函数啊 要求peerp大于5.5.0 没问题 我们可以来简单的 更换一下这个peerp版本 版本切换 peerp5.5 应用 好 稍等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刷新 没有切换成功吧 我们再重新来 应该是这个软件的问题啊 我再重新装了一个系统 再看一下 应该没成功 应用 或者说大家自己来试验一下也可以啊 我们先都停止了 重新来 再试验一下 如果不行 我们也看到手册了 是不是要求大约5.5.5.0呀 才可以 我们简单的试验一下 装了一个温10 还行 挺好用啊 这次应该可以了 看couldn't resolve host name 没有找到你这个域名吧 对吧 我故意的写错了 所以说在这呢 又新学到了这样两个函数 一个是我们的CYL的error number 一个是我们的CYL的error 这样的效果 包括一个CYL get info get info呢 在这里边也给大家写了 有一个get info 作用 或许一个CYL 连接资源巨饼的一个信息 它的返回值呢 可能有这么多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设置了这个选项 它以字符串形式 返回它的值 否则返回一个 包含下列元素的一个关联数组 对 这个关联数组就这些 对吧 这个呢 在我们的手册中 也可以看到 UIL content type http code 包括height size 我们可以看一下手册 叫CYL get info 也可以得到 这里边呢 包括相应的内容 都有最后一个有效的地址 什么收到的htt码 那这个呢 其实我们也会应用的到 假如说我们再来获取一个什么呢 来获取一下 我的头像吧 获取这样一个图片资源 也可以 假如说拿过来一个 复制一下 复制图片地址 这是不是我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地址啊 好 把它拿过来 当我们想假如说下载这样一个资源 或者说获取这样一个图片资源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下 是否完整下载啊 再来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 第六个 get pinc.prp 这时候呢 我就可以来这样来设置了 首先还是初始化 $CH等于CYL INIT 接着 CYL Site OPT $CH CYL OPT 的UIL 是这个 是不是这样一个图片地址啊 对吧 那这次呢 我们不是直接输出 是不是可以直接输出 也可以把它保存起来啊 假如说 我想直接输出的时候 我就设置一下 HIDER content -type image.jpg 是不是jpg的图片呀 你也可以直接输出 在这呢 我可以通过CYL EXEC 到了CH 这样的效果 那在这儿 我们不直接输出吧 再来设定一下 设定这个HIDER 没关系 可以来返回 Site OPT 到了CH CYL OPT 的 Return Transfer 这个选项 把它开启 开启之后呢 开始执行 执行的结果 RES 这是不是我们的执行结果呀 那接着 我们的info 可以得到这个 巨饼的一些信息 可以通过CYL getInfo 得到什么呢 假如说 我想得到一下 这里边有一个 sizeDownload吧 我们看到 是不是有一个 sizeDownload size 对 有这样一个选项 在我们的数组中 有一个 sizeDownload 的这个选项 它呢 代表的是 你从这个服务器上 下载这个资源的一个大小 那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大小 看一下 是否相等 就证明 你下载的是否完整 是不是可以呀 所以说在这呢 我就可以这样来 判断一下 我把下载下来的内容 放哪呢 假如叫做file put contents 到了file name 我们放到这个当前词盘下吧 来看一下 在 g盘 正的studio13 advance col 放到这吧 我们叫做什么呢 叫做叫mypicture.jpg 内容呢 就是我们下载这个资源 没有输出的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得到一下这个大小 file size 把它应该付给一个文件名吧 这样最好 $file name $file name 等于它 接着这是file name 再获取一下它的大小 $file name 真实地址 那接着我就可以来判断一下了 if$size 如果不等于等于 $info里边的 size叫download 是不是你下载这个资源的大小 iOS呢 我们就告诉他 exit 假如说我们就简单输出吧 下载数据不完整 你可以让它再重视 再重新下载 这样的效果 那同样的 如果完整的话 简单 我们就输出 下载数据完整 来看一下是否可以 首先呢 应该得到这样一个图片 放到我们当前的目录下 叫mypicture.jpg 接着来实验一下刷新 第五个 这是第六个 第六个 在这儿 先看一下是否有 mypicture 已经有了 但是好像获取的内容 看一下是否得到了 得到了 没问题 那在这儿我们是不是应该 出现这个小方框是什么原因 在这儿你是不是写这个heider了 我们刚才想直接输出的 那现在我们就来一个heider content-type text html charsite utf-8 应该是完整 下载数据完整 在这里边应该显示一个 mypicture.jpg 我的一个小头像 你看 是不是下载下来了 对吧 可以通过这个信息 主要是演示一下 这个信息中有一些内容 我们是会用到的 包括你说花费的时间 你可以输出一下 对吧 这样的形式 等等这些选项 当然呢 你也可以在这儿来设置 分别的那些选项 对应的下面的 你的想要的一个返回内容 也可以 下来之后呢 大家可以自己来试验一下 好 那这节课呢 简单的交给大家 这样一个选项 包括做了一个案例 给大家留一个小作业 你也是把我们 你在mess上的 这样一个自己的头像 下载下来 看一下是否可以 如果有错误的时候呢 显示一下我们的错误信息 没有的话 就成功 就可以了 那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也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